首先呢 如果是 這個圖層的名稱 名字你點一下就可以做修改 我把它改一改 各位也可以把自己手上的 改一改 那遮罩就不用特別寫 所以就 看一下哪些什麼 那你不要的部分你可以把它remove 掉 按右鍵把它remove 掉 那如果有一個buffer 所以沒用到 你可以把它remove 掉 盡量單純 只有把那個畫面弄單純 這個basemap我也用不到 把它按右鍵 那記得 做的時候盡量存一下 按 save 把它存起來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是圖例 那圖例的話 我就是名稱如果有放好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邊還少改一個 改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insert圖例進來 我就按insert 那記得喔 你要對誰做圖例 最好是點它一下 確定是這一個map 你不要點到下面那個 你要點上面那個 確定是這一個要做圖例 好那這時候再insert 那一卷 那一卷 那一卷就是圖例 點一下 好 接下來就是 哪些圖你要加入變成圖例 那這個image應該不用加圖例 所以你把它弄回去 ndvi也不用 那你就留 我剛才有改字的這卷 這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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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個 好 下一步 好 那接下來就是 ledgin的抬頭 那它一般來講 它會寫ledgin 你可以改中文 好 那字型 size 你可以自己講 好 那要不要自中 好 這邊也可以講 好了之後呢 下一步 好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那個 後面的遮擋 那我可能需要一個 外框 golden 然後一個 magram的顏色 然後一個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那個 給它一個黃的 shadow 給它一個 淡淡的灰色 好 然後 下一步 那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投影片上面 那個 polygon的形狀 polygon的形狀 如果是 正常是方的 那你如果要改形狀 這邊按一下 你就可以改不同的形狀 好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那個 部分 你可以改不同的形狀 然後 下一步 那接下來就是 間距的部分 好 就是title 跟 類型之間的間距 好 你看你要設定多少 好 那我 一般都是用預設 好 那就按完成 好 這樣圖力就出來了 好 那你就可以移動那個圖力 到指定的位 然後去改變它的大小 然後去改變它的大小 去改變它的大小 好 好 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